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样用氢气来把身体里面的酸跟自由基排除的一些理论 以及实际的这个做法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体有60兆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都会在行呼吸作用 会制造很多东西 里面有粒线体 它所制造的废弃物呢 就是以酸跟自由基为代表 世界上研究亲戚的学者专家好几千人 他们都一直认同说 氢分子医学是未来的医学主流之一 发表在世界期刊上面的这个学术论文 也有超过1000篇 那日本呢在2016年10月1号就将清列为这个医疗气体 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公告 中国大陆呢 听说也会在2018年跟进 把它列为医疗气体 不过目前还没有公布 不过目前中国大陆已经如火如荼 在各大这个医院 医学中心 三甲医院展开这个临床的研究 中国大陆因为他们鼓励万众创新嘛 凡是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够做的事情都被允许被鼓励去尝试创新去做 可是呢台湾比较不一样 这个法律规定比较多 基本上是只要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做的事情 你都不可以去做 所以说有人说啦 台湾的官员会绑人家的小脚 打压创新 将台湾边缘化 这个说法当然不尽公平 不过好像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么台湾的 像我们做这个医学创新的人 在政府都强力打压下 只能够苟且偷生 因为在日本 医学中心 一般的医疗机构诊所都在用亲戚 当然我们在诊所里面 在医学中心都不能用 因为这里是台湾嘛 不是日本 这个应该要了解 再来就是说民间保健机构 不是不能用 可是你绝口不能够提 亲对人体有什么效果 只能说是保健 因为我本身成立了一个 台湾亲戚应用研究推广学会 学术的学这样 那么我们有责任告诉这个民间保健的机构 那用的时候要很小心 不管是什么人来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是谁啊 对不对 因为听说有一些 这个卫生单位的急差研 他会用钓鱼的方式来问你啊 他带了录影机来存证 他问你说这个有没有什么效果啊 如果你说这个可以治疗什么病什么病啊 那么他可能就会帮你这个当场就是剪辑了 同时也有可能会把你的机器没收这样 也有人被没收过 所以不能够想疗症 你只能够说 哎呀我用的感觉精神不错 比较好这样 大概就没事了 像这边也是网路上 有人家传给我的 说这个好像有某一个地方的卫生局 把这个现在已经领有日本医疗之号的青氧机 把它销毁 这样被没收了 听说业者已经提出国家赔偿 可是呢 台湾毕竟还是一个 还算是蛮民主的地方嘛 政府还不敢侵犯人权 说跑到你家里去说你不可以用青氧机 好帮你没收掉 当然你自己要用 你觉得有效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样 那不过严格上讲 我们参考国外啊 日本啊 大陆啊 全世界各国的这个文献 我们读了几千篇文献 几乎所有亲戚的书我们都念过了 大家都一直认同说 青它这个种东西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 然后呢它可以很有效的把酸跟自由基 排除出这个细胞外面 是一种最好的 甚至比很多药物还强的抗氧化 抗发炎的这个物质 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把这个酸减值排掉 酸性物质排掉 保持正常的酸减值 细胞里面7.2 细胞外面7.35到7.45 这样 那么所以我们用这个中道自然医学里面 这个氢气跟热疗 还有渗透饮食 还有抽血 找出你什么 为什么会发炎 这个看什么不能吃 这个是我们的基本的理论 所以我们中道自然医学 就是说 生了病 要先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然后真的不好 才去看各科这样 不然你很多科你都挂不完嘛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个讲座 到这边就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